好 博士 您好 又是大西超時鏡王 這個星期就比較熱鬧一點就是蘋果日報 有五個高層被政府拘捕了 我說了拘捕正常 接著就凍結了資金 因為現在香港不是法治的地方 不是法治 治港和法治不同 他們現在是依法治港 不是法律治港 補助分別人 慢慢都給你走 即是法律治港的 我們全部以法律為種族 是很重要的 依法治港就是有權力的人 哪裏到法 你都沒有 這個涉及禪宗的心法很深 法法本無法 無法法一分 金庫無法是 法法不成法 是中國特色的禪宗 再擺到民間一變 變成大小雞有變 是天國牌那裏 都適合共產黨那裏 他打本憲法什麼都可以 隨時你什麼都不行 他批給你就可以 他有原諒自由 他有原諒自由 他是有的 你沒有的 你說共產黨沒有原諒自由 你沒有的 你說共產黨沒有原諒自由 他要介紹一套劇集給大家看 中國人無論你老充清 你都要看 或者歷史學家都要看 就是最近他們紀念共產黨一百周年的董慶 拍的劇集 覺醒年代 值得要看的 幾個共產黨拍的東西都不放棄實 不爭實你更加要看 你知道怎樣不真實 哪部分是真實 他有真實的 例如他拍出來 他講共產黨怎樣形成 在五四運動的時候 胡適復回來中國 李戴超陳獨秀 但這集好期好後期都沒有他抄襲 他出現 你看到年輕人要看 年輕人更加要看 香港人特別要看 無論你老中青 很多人上年紀都不知道共產黨是一陪什麼事 為何會找個馬克思回來呢 為何會先找個馬克思回來 這裡有介紹了詳細的 他很多是真實的 他的馬克思真的從日本找回來 嗯 日本逆了俄羅斯蘇聯和馬克思 中國再次撿頭尾零零碎碎 由李戴超 陳獨秀 他會創黨的 那時候你看到我們這個 國醒聯絡呢 胡習東做年輕人 做圖書中助理員 如果香港人現在回復了祖國 你不看這套劇集 就是你的損失 你又看到 為何現在習近平先生 經常說是初心呢 你不是大家最近很興奮於初心嗎 我們特首林鄭妖和都說迷時初心嗎 最近你大家聽我出來說的話 我個人意見 應該是有黨官跟他寫的那句講情 不是林鄭本身寫的 他們的用詞顯示 停頓 全部是共產黨的議員來的 那現在林鄭呢 就會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議員委書記的官 市長都沒有 在國內的人 當香港是一個遠遠級的 現在 因為深圳千幾萬人很多過你 名積大過你 他在特區有一個市 深圳市長是一個市長高級過你 你香港就遠遠級了 我想起金融地位 你香港還敢扁街 那是一個遠遠的客人 那是一個遠遠的客人 七粉芝麻糞 或者白粉九粉 香港 全都單距了 一個遠遠級的城市 對吧 有數算的 深圳面積大過你 人口多過你 他的深圳示威宣記都是廣東省上的 都沒中到處,沒有人勢官 他在中央內地更加大,放大鏡看有沒有人用 隨便走到北京,過馬路坐在那裡,谷大人在內地 所以香港低的人物萬物 那些柴仔還要找個御官,攀個荷蘭水蓋狗餅給李雷光真月祖的幾頓肉酸 有你以前找個英女王攀的,大哥 送給你禮手調領了去 要你出賣靈魂,賣有求名先拿個死人荷蘭水蓋表給這些狗餅 你有沒有價值很多東西,帶出來被人笑 那些人不懂得想,為何這麼輕樣 弄個JP,還要捐錢,叫你媽媽 再去拆鞋,再看這些,寫人低筆幹部變色,中央版一般的樣子 那些人都不懂得想要去拆鞋 之前被迴歸,新華社中央版的人,謙虛些 他未實權到手,迴歸了之後,九五人大學被人 怎樣香港的政務官,擺款的那些人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個新界部長走去那些新界出席 我有出席去拆鞋他,我帶人,然後拆鞋,拆鞋,拆鞋 你拆鞋,拆鞋,你放一口 拆鞋你還敢打我,當年,我拆鞋你,我不走 是啊,不過我就是智慧鑄低鞋,就拆鞋他 我就是在北京拆鞋打人的,在北京 是啊,不是說笑的 我也有所聞,我也有所聞 有些人很囂張的,我們那個人被人打過 有些人很囂張的,那些北京那些,過體戶那些 他那些家族做高鋼那些,欺負你的,每位酒樓飯館 平安平,人家戴一張袋,他坐在一起,要你走 要拿一張袋,用夠膽的 這些好像劇集那樣,欺負的百姓 是啊,那些高鋼子弟很囂張的,那些高鋼子弟 我們試過,北京那些高鋼的房間表面 我們坐在一起,那些朋友還未到 他說我們入錯房間 房間我一早訂了,這樣也可以 那些伙計不吞聲,惡事嘛 這麼多間房間 所以他就是大鋼子,北京那些牽上人家那些很囂張的 是 是 是 沒有的,他們是很囂張的 那些高鋼子弟很囂張的 他就說,那些責任,他們都很囂張的 是很搞笑的 所以你不在一起 現在美國都空響了,他們就趁在那裡 出來扮戰鬥,現在變成戰略 是很可憐的,香港很可憐的 所以大家要看這個《覺醒的原動》 四十幾集 它是劇集來的? 劇集 是拍的? 重新的演員 拍得很好 這些演員呢,他們真的有基本功的 哦,我以為是紀錄片 周恩來啊,畜生啊,毛澤東啊 那些人怎麼搞共產黨出來 是 為什麼會要用一套馬克思主義 你真的要知道的哦 如果你的做官不肯看這些事情 你就真的不知道共產黨 你真是口水味 像林鄭妖禾這樣 張建宗這個不佳產 昨天才給陳志敏那個時事 視頻 他說他寫350個字 九次提共產黨 十幾次提祖國 應該不是他寫的了 是嗎? 不出其他字寫的 他鬥出來 掩紅自己 他想做小粉紅 有些香港人都說小粉紅 他應該就快退休 他應該就快退休 我們贊成人支持外國的 只不過他們不清晰 今天清晰一點 清了報單出來 外國一定要支持共產黨 是 要不就不清晰了 這樣就清晰了 嗯 為什麼你搞到油泡皮 半遮臉 沒有共產黨 滅為一生中國 那就要愛黨 是嗎? 是嗎?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了一國兩制 前個禮拜 我們 我們 低低港部 陸桂嶺 低港 他是不是公開黨 一國兩制論壇 是 他說沒有共產黨 你就沒有了國兩制 那些不就要愛黨 你在香港 你記住 我們擁護共產黨 支持共產黨 就不會跟你走 又不會聽你說 要是怕仆街 你讓我走回自己的路 可以了 要求少少的民主 我不肯搞你當貪 你不肯搞就當排狗 但原則支持你 即使生存 你或者打大陸牌 不是打廣東牌 不是打台灣牌 我排例都不肯同 你還不變身 我還想撈一半半職 我有的 我隨時搞得 我可以搞字 我一向都紅的 你搞幾十年前就搞 現在才搞 共產黨支持你們搞錯 你看完那個覺醒年代 你知道共產黨是很生存的 他的初心是很純正的 是的 他漏了什麼呢 他漏了人性化 他真的 拿著馬仕的鬥爭 階級鬥爭的路 這樣走路 這個鬥爭 你可以 可以優勝一點的鬥爭 給你淡碰眼 不會兩敗居傷 你知道嗎 他不懂得留空間給對方 又不懂得留空間給自己 戰手 好像現在他在這個時刻 很糟糕 自己內亂 外面那麼多國家圍攻自己 歐美聯手 又五眼聯盟 又不約 你就做不到身 因為他很得盡 那些事情 講話講到過年了 那些 布拉卡歐洲 那些 挪威 瑞典 折克 關你什麼事 你一罵人 罵你 歐盟那些議員 那便會害齊你 你要面子 別人不肯要面子 只是你共產黨要面子 那些民選議員 不肯要面子 大佬 他說你應該的 他要說你 就給那些選民看 那如果你認爲他說錯你的 你便請他來我們新疆參觀 最好請他去西藏 讓他什麼氣都透不肯到 弄不肯那些鬼佬 他應該是陰招的 請他 沒有新疆人 抹放炸狼出來 咬那些鬼佬 你便沒有以爲 共產黨的鬼佬 他也不知共產黨 管我天下這麼辛苦 那麼容易管 十幾億人 十幾億人 十幾個思想 十幾億條街 每天都讀政府 你知不知 你沒有見過 那些農村的村民 黃沟沟 找笨賊 找笨賊 多計過你 民間高手 你不信你回到新界 和那些客家婆 賭那些死人紙牌 又酸死你 賣東西都厲害 他們不肯識字 他們賣東西都厲害 賺 Perm 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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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